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场恒大正是在人员及其不整情况下获得的大胜 这给予后来比赛的上岗很大的压力 最终导致两队的分叉缩小 让恒大重新掌控了夺冠的主动权 胜利来之不易 说实话这场大胜 恒大主帅卡纳瓦罗的功劳不小 对比两队的这个赛季两次交锋 这场比赛中恒大的阵容比上半赛季时强不了多少 上半赛季恒大是2万元高拉特和古德里出战 国内球员方面几乎全主力 而这场比赛中恒大只是2万元主战 保利尼奥个人能力虽然强不少 但冯萧婷等人都缺证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恒大还能获得大胜 的确证明卡纳瓦罗下了一番苦功 有人说下半赛季恒大的频频告捷要归功于保利尼奥和坦利斯抢的加盟 的确他们俩的作用巨大 但我们不能就此否认恰帅在球队建设上的成效 大胜对手后 保利尼奥开心自己 他一口气在社交平台上连续 发表了五个动态 可见他对于球队的全权之心 上图当场比赛结束后的22比16分 他发文表示 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 18分钟之后 他再次发文 感谢我的队友自己进球 不忘感谢队友 会做人 再过11分钟 他又发文 我们拱 同为球迷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又过了6分钟 他又说到 这个锦球献给你们 而他也不忘比赛取悦的对象是谁 因此在他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后 表示用锦球送给球迷 最后 他展望了下场比赛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迎接下一场 从这五个动态中 可以看出保利尼奥的人几只爆棚 他总共收到的点赞数量超过1万 有这样懂得感恩的外援 乃恒大致性 难怪他深得求您的喜爱 感谢观看 还请不吝点赞数量超过1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